大家好 你好 附老师 你好 大家好 我是三栋烟台的杨丽霞 我是一名训犬师 这是什么品种 这是玛丽努亚犬 比利时摩扬犬 智商很高 世界上最优秀的工作犬 您养狗养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十多年 爱狗爱到了什么程度 和家人一样的 它能上床吗 不可以的 它有自己的地方 这什么叫素质吗 素质 对 素质就是 你该去的地方 就应该有去的地方 银地方 就是银的地方 它可以上马桶 自己撒尿吗 这个不会 但是你给它下 狗银上好多狗 自己坐在马桶上撒尿 但是你给它下口令 大小便它会的 它去哪大小便 不管在哪 你的腿它也可以 你让它在我这撒尿 它也会 对 这太没素质了 其实要钉点吧 钉点 对 行 我待会找个人 让它到那撒一炮 让它走狗运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杨黎霞所获得过的荣誉 这一条是18年 德国牧羊犬 这个CSV是德国牧羊犬的比赛 一个APO三级第二名 这是三级是APO最高的一个等级 它是我一条母狗 因为今天它这几天它要当妈妈了 所以带回来了 这个是19年CSV 这个是19年CSV德国牧羊犬的AGPE的冠军 这是妈妈 这是女儿 她女儿又得冠军了 对 女儿是冠军的 她家族很厉害的 看样子这个还是要有种的 对 这有基因 这个呢 这个最大的角度 这个就是它的 它的 这是一个17年 几分榜的总冠军 APOE的总冠军 就是每年要打到三场以上的比赛 才能争夺这个冠军 这个IPO是什么赛 它是一个国职工作权考核的一个大赛 有多少年历史 大概有一百年的吧 一百年历史了 这种奖杯你有多少个 大概一二十几个吧 每一个奖杯分量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对 如果这里有人跟你动手 它会怎么样 它肯定会攻击你的 它是会咬伤为止 还是要咬死为止 它是会制止你的犯罪 董老师试试 等一会儿会有一个扑咬环节 你这样会看到 怕凶狠的一面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好不好 好 对不对 接下来把绝活都亮出来 好的 没问题 呀 高三 来 来 来 往下 绝 好棒啊 好棒啊 对 这是基本动作 往下 训练的基本动作 绝 右 好棒 往下 多一个扑咬 来 往下 往下 好凉强啊 你还能放得好 mane 这个非常高满度 刚才打得真让会同吧 对对对 一 好凶险啊 哎呀 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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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真的好难好难 太棒了 可以上四下的 潮汐 你上 我不敢 我们有请陈薇啊 你看他对我还是很友好 你凑近一个试试 这个是高山对吧 嗨 高山 我来训练一下可以是吧 对 可以的 他不会伤害我 嗨 好不好 不 这是配合一下啊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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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靠 靠 你真挤不过他 哈哈哈 对他很兴奋的 因为 他以至少得到这个东西 这就是一个展力 就是工资 他奋斗的目标 奋斗的目标就是这个东西 想 是梦想的 这是一个有kpi的狗 果真是职场节目 坐 我的天 哇 坐 哇 哈 还好 哇 不错呀 真不错真不错 哈哈 你要被他挤下去 哈哈哈 呀 好 对 就是一个角力 做好就应该角力了 挂下 挂下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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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徐蕾上来试一试 呦 徐蕾这个高难度啊 哇 这个刺激 哎 拿着 不用拿着 这就是一个铺有的一个靶子 哎呦 不你这一会儿咬错胳膊呢 咬错胳膊了怎么办呀 啊 啊 你小心点啊 师哥 蕾哥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哈哈 蕾哥你的你的你的 蕾哥我这样要问你吗 蕾哥你的手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蕾哥你的手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蕾哥小心摔下来 真的小心 动作已经不重要了蕾哥 你要我 保哪只手 徐蕾你能站吧 待会儿看这狗巴 你的脸往后伸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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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cushah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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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徐蕾准备好一点 啊 速度好快 现在要 要擦 一个 啊 势力有隔膜不要死劲 撕两拨勤斤 他一咬你就马上我们转 势力 哇 老板 到底是博士 学得真快 哇 你不饶啊 高山你也是咬过博士的高山了 他的狗声已经完整了 富老师试一下 你试一下 我不是 富老师值得试 可以了 我觉得他很兴奋 看人家家的狗 自己的狗不学无术 还经常满地大小便 我家那个科技也要上个课 另一条狗又表演一下 来了 另外一只 这只看上去很凶 对啊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在这个扑咬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这个助手啊 用鞭子 这个抽狗啊 他不是真抽 他是在训练过程当中 必要的一种引导方式 不要认为他是在打狗 虐待狗啊 大家千万别误会 对 工作权 你必须有一定的勇气 给硬度 咬上瘾以后 你肯定有一个搏斗嘛 如果勇气不够的话 他就会逃跑 他特别像狼欸 还真是 我最早的一条狗 他叫什么名字 这个叫杰克 九岁了 老了呀已经 对 六十岁了 六十岁了 只是我训练 比段东都大 对 叫他大哥了我得 对对对 狗大哥 老杰克 接下来表演什么 这是一个看守物品 就是坏人要靠近我的东西吧 他会做一个防御的 防御性动作 对 杰克 看守 看守 这个穿的多了 他也怕 来来另外一只 这只看上去很凶啊 对啊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 在这个扑咬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这个助手啊 用鞭子 这个抽狗啊 他不是真抽啊 他是在训练过程当中 必要的一种引导方式 不要认为他是在打狗 虐待狗啊 大家千万别误会 对工作权 你必须有一定的勇气 啊 给硬度 咬上银以后 你肯定有一个搏斗嘛 啊 如果勇气不够的话 他就会逃跑 他特别像狼欸 是啊 还真是 我最早一条狗 他叫什么名字 这个叫杰克 九岁了 老了呀已经 对六十岁了 六十岁了 这是我训练了 比段东都大 叫他大哥了我得 对对对 狗大哥 接下来表演什么 这是一个看守物品 嗯 呃就是幻影要靠近我的东西吧 嗯 他会做一个防御的 防御性动作 对 杰克看守 看守 这个穿的多了 他也怕 他是六亲不认的 这这不会浑身咬吧 他警告他 这衣服难买的质量真好 是专业的那个训练服 防护服务 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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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要拿赶紧拿 看守 看守 好乖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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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看守 看守 好 好 好 所有的训练有素 都是因为日复一日的锻炼 对 对吧 对 你应该是个很有耐心的人吧 对 虽然劈气有点暴躁啊 嗯 但是唯一待狗 是非常有耐心 家人支持你的工作吗 嗯 我老婆非常支持 那其他的家人们有反对的吗 有 我起步的时候啊 当时家里没有钱嘛 嗯 我们就把房子给卖掉 就建了我们现在这个训练场地 所以这个起步的确 呃 有点很心酸 很心酸 对 我们一零年做 做到一二年 基本我们就没有什么收入了 所以就一直在训练自己的狗 刚才那条狗就是我第一条比赛的狗 训练两年以后 那时候我女儿就是出生三个月了 那时候就感觉要做一点东西 一二年就带我第一条狗去了昆明 参加了第一次那个工作权的比赛 去的之前呢 包的目标就是给我姑娘 是百事的时候给她一个礼物 给她一个奖杯吧 我们拿到了一个第一次一个全国比赛 拿到了一个全国第三吧 当你获得成绩之后 周边那些反对你的人有没有改变 那肯定有改变了 嗯 现在我就是我们村的一个榜样吧 我们就是靠大比赛 获得了成绩以后 就会有名气嘛 有名气的就会有更多的客户狗 通过来训练的 以前你只是喜欢狗 对 是什么时候想过要把它 作为自己的一份工作 那时候上班嘛 也没有机会去养狗 第一次上班以后 养了第一条狗 是在09年吧 我有一条金毛 还有一条边境 那时候我就已经简单的训练 我已经会了 但是第一条金毛 因为重度嘛 重度死掉了 死掉了以后 我就带我第一条狗嘛 一个边境啊 就出来专门做训练 就从这开始 当成一个职业了 本来就是一个玩儿 狗死了你 应该特别伤心 那那就肯定了 因为 这个劲儿要多久才能还过去 你现在每次每刻 都有可能会突然间 就会想起来一条狗 就因为它 我们才做了训练 如果说训练狗 是为了控制狗 不如说控制与被控制 都是硬币的两年 其实不是狗需要我们 是我们需要狗 老杨不抽烟不喝酒 他说他闲下来 除了训狗 他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所以其实他内心 是真正喜欢一样事情 内心十分的饱满 他不会觉得空虚 像老杨这个年纪 有些人可能业余生活 都在打打麻将 唱唱歌 做点别的事 刷刷抖音 打打游戏 但是他 花这么长的时间 每天就围绕着狗 他从中所取得的乐趣 是我们不能体会到的 所以呢今天 请这位工作高手到节目当中来 只是想告诉大家 当有人说你不务专业 或者是不务正业的时候 你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 这就是我的专业 我能把它做得更好 非常感谢老杨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你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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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